跟各位讲一下,因为网路上其实我放上去的支援其实还蛮多的,只是没有时间讲完 所以后面的话,当然我们底下这个有一个是 这个范例五部分,下载那个搜寻结果 跟各位讲一下,那个搜寻结果有个很妙的地方 如果将来你们遇到类似的问题,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这边的话,如果你要搜寻,底下原来是写成这样的 其实你们可以去抓一下,因为Google上面一样有标签,一样有它的class 这个是它的标签,这个class,然后把它的资料抓下来 抓什么资料呢?抓那个我们要搜寻的,比如说我想要写一个搜寻的程式 比如说它请输入关键字,我希望输入关键字之后的话 它可以帮我把上面显示出来的资料,帮我把它列出来 关键字,但你会发现,Enter没有,为什么? 其实特别注意,这边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Google的搜寻引擎 它有做了,之前没有做,后来有做 本来可以,但后来不行,为什么? 因为它知道说我们现在是用程式去抓它的网页资料 所以它不给你抓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是浏览器才能抓 那为什么它知道?主要原因在这里 就是说在request里面,我们request这边 是有一个参数的,这个参数的话 有个叫headers的参数 这headers参数就是说,如果你没有里面是空的 那表示你是程式 但如果你里面有一些讯息 就是说你是,比如说你是什么Chrome浏览器的什么版本 然后会传过去 它说你是哪一个浏览器 所以我们可以伪装 那怎么伪装? 这边有个加上headers 我用这边有一个什么user agent 这个的参数 里面有这些,其实这个是固定的 反正就模拟一个什么Chrome浏览器 而且版本是75点多少,有没有? 然后底下的话就是 再把参数放在哪里? 放在原来request get的后面 逗点多一个 headers等于,就上面那个参数 所以我把这一串有没有 复制 贴到哪里呢? 贴到 贴到这个 request这一行把它贴上 盖过去就可以了 也就是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headers等于headers 就是模拟跟他讲说 我是Chrome浏览器 而且是这个版本 然后呢,我们执行一下 刚刚是资料没有 现在要试一下 Enter一下 诶,资料就出来了 能够发现 他其实 就是会去看说 诶,你有没有 这headers的参数 如果没有,很抱歉 我资料就不给你 所以当然 不过因为Google最大的收益引擎 没办法 会限制比较多 其他的话 当然 我云端上还有放其他 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讲完 剩下的话 就是0605 去抓什么 台彩 就是像威力彩 最近前一阵子好像几十亿 大乐透等等的 开彩这个结果 一样的方法 抓他的 哪一个标签 的什么class 有没有 或者分两阶段 先抓这个 DIV 再抓里面的数字 也是ok的 其他的话呢 还有就是 抓雅虎股市 那雅虎股市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用那个 eSale里面的功能抓 不过你会抓下软 没办法 所以雅虎股市之前 还可以用eSale的方式抓 但是现在不行 怎么办 所以我建议说 不如你就学Python吧 那学Python的话呢 抓就一定没有问题 而且程式非常的简单 程式真的没几行 而且这边全部 我一抓下来 全部的雅虎股市 都ok的 程式真的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而已 有兴趣回去可以run一下 因为我本来的第一个版本 可能程式比较浓长 后来越改越短 越改越短 越来越精简 ok 其他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说 0606 大乐透的资料 大乐透资料的话 之前是用VBA写 不过比起来的话 两边你们可以比较一下 后来我发现 还是Python 比较略顺一筹 这边写完之后呢 程式就这么多 而且还存档 程式大概20行左右 然后呢 就可以把 等于是2004年以来的所有资料 一下子 一下子 全部已经帮我存档 存成什么呢 存成这个 叫乐透.csv 所以你现在直接把它重新整理一下 reflash一下 这边的话就有乐透了 乐透历史资料呢 两下子就全部下载下来了 比VBA还要快 OK 所以比起来的话 这地方真的 还是有人家厉害的地方 另外的话还有什么呢 最后其实如果各位还有兴趣的话 更厉害的 什么更厉害的话 其实在那个0607 0608这个 像之前就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我每天都要土法炼钢 去抓一些资料 什么资料 这边有个网站 底下这边 这个网 这个网址 观测资料 因为他每天要抓什么 台北市的安部 然后点一下之后下面之后会变更 然后他复制贴过去 在竹子弧变动 复制贴过去 复制贴过去 然后台北市做完之后 还要在新北市 新北市做完台中市 台中市做完 他光做完这件事情 一个早上就去掉了 他说老师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我说有了 其实你可以用Celine Celine 其实简单讲起来 就是模拟什么 你滑鼠键盘的动作 然后他会自己去动 因为这个网页最大的麻烦就是 他一定要点一下 资料才会位给你 点一下资料才会位给你 所以类似用这种网页的话 你可以用Celine 不过Celine有点复杂 不过Celine有点复杂 秀一下给各位看 其实我觉得还蛮好 他怎么样 他跑这个 Celine的话 他就是模拟 把这个浏览器叫出来 有没有 然后我就把那个动作录制好之后 然后跟他讲说 我等一下要点这个资料 点完之后把那个资料抓回来 有没有 我现在手没有动 他现在有没有在动 有没有 他是在他自己在那边动 所以如果你有那种需求 就是你需要点一下 漏一下资料 点一下漏一下资料 点一下漏一下资料 那你就可以用Celine有这个方法 这边怎么卡住 理论上应该是 OK 所以他跳出来 然后模拟 让他去动一下 这个其实还蛮好用的 所以很多东西 如果你实在抓不出来 用Celine有 其实也就可以轻而易举的 就可以把它抓下来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不过这个怎么 OK 类似像这样子 其他的话 还有一些同学有兴趣的章节 可能时间也没办法讲 像 比如说Python如何自动执行 透过Excel 帮你去执行 Excel VBA可以执行Python 怎么执行 里面就有答案 另外的话 同学有问到说 如何把Python的程式打包 里面也有 我有点简单的讲义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自己稍微试一下 另外的话 刚刚不是有讲Pandas 熊猫 就是这个 不过难度又向上一级了 OK 如果你要再画图的话 有没有 可以用什么 就是有点像那个Pow B 有没有 会制出那种Dash Ball 用这个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一期时间有限制 所以后续的部分的话 请各位回去再多多练习 OK 那这一期课的话 大概就先到这边 暂时先告一个段落 不过不保证永远在 我请各位自行还是以备份一下 比较保险 然后回去的话 还是多多练习 虽然这个课 暂时先在这边告一个段落 不过我是建议 这个东西它还在不断进步当中 所以如果你希望将来 能够在职场上有更好的竞争力的话 可以把这个部分的 这个相关知识 再把它延伸 尤其是爬虫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像我觉得学习东西最重要是 真的很实用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讲的尽量是我自己用得到的 我才讲 那我自己都用不到的 那我目前我的暂时不太讲 OK 所以回去的话 也许你们回去做做看 有问题的话 或者说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也许可以再跟我分享一下 OK 那今天的话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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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